人生充滿痛苦,當然亦有快樂的時侯, 但畢竟苦多而落小,人對於苦放已習以為常, 所以處於痛苦之中而不自覺。 我們說人生有生老病死苦,愛別離苦,求不得苦, 怨憎會苦,五穩賜勝苦,並不是消極地否定快樂, 痛苦在現實生活之中觸目皆是。 試問當人時常面臨生老病死的威脅,又怎會有快樂呢? 有些人認為快樂的事情多得狠, 例如由戀愛而結婚,而生兒育女多快樂? 各位,其實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, 大家都是因為前生眾下未了的恩緣,而今世繼續一起相處。 當中有善緣亦有惡緣。 所以古德哲人教我們要神於造恩, 要修持五戒十善,以其共結善緣, 遮除惡緣,以免家庭中產生怨憎會苦。 有些人說,最快樂莫如做大官,發大財,穿好衣, 享美食,駕駛車,住華屋。 但是,在政治基海中沉浮,商場的人人心險惡, 你欺我詐,就算是費盡心機,勞心勞力,得到的不一定是快樂。 做官可能因一時的貪欲,而搞到身敗名裂。 投機者,因為經濟衰退,而面臨破產。 現今的人,在事實方面,殺戮很大,有損陰德。 有些人認為,情慾最快樂。 但是,淫慾對家庭、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,實在太大了。 不少人,因為淫慾而搞婚愛情,弄到夫妻反目,家庭破碎。 風流不羈者,弄至惡病前身,後悔莫及。 喜歡麻醉自己的人,認為飲酒、賭錢最快樂。 但是,酒能亂性,不但害己,而且害人。 賭錢的人,通宵達旦,消磨精神體力。 亦可能弄至事業頹廢,負債累累。 各位,人生充滿痛苦,我並沒有反對人,時常抱著樂觀的心態去生活。 但是,我們不可以不承認這些是實在的痛苦。 佛陀教人,要認識痛苦,分析痛苦的原因, 積極去尋求、滅除這些痛苦的方法, 使自己達到永遠的快樂, 而且能夠令到一切眾生得到同樣的快樂。 這個理念,就是佛教所講的四聖帝,苦、雜、滅、道。 雖之眾生,是因為迷惑貪親癡,而造殺到淫妄, 因造業,而招致痛苦。 所謂解靈還需系靈人,只要大家努力去解除迷惑的業結, 首先多做善恩,改惡向善, 繼而言習佛法,修心養性。 如果人人都能夠培養慈祥、博愛、寬諒、關懷、清靜自在的心, 生時必會滅卻很多痛苦, 培植將來涅槃快樂的正恩。 詞曲曲 李宗盛